如果照她的標準,她是不是應該馬上站出來,譴責劉彥玲? 馬上要求劉彥玲,即刻請指下 好,那先講這個,就是她不告網友的部分 因為她說她不想要變成自己討厭的人 可是她好像忘記,其實在2022年她就告過一百多個網友了 那其實她早就成為自己討厭的人了 大家都會記得她就是一個很愛查民眾水表的孰境地 那至於說這個網軍的部分啊 因為現在她也說她反對的是有政黨操控的網軍 然後就被司察到發現說 其實最大的網軍就是她的先生劉彥玲 在當國民黨主席朱立倫的網軍 那如果照她的標準,她是不是應該馬上站出來 譴責劉彥玲,然後要求劉彥玲要請辭台中研考會的主委呢 那至於說這個,是不是劉彥玲在介入台南的初選 如果她是在擔任台中市研考會主委的時期 並且在上班時間她介入台南的初選 是不是有違反行政中立的問題 我認為政風處應該要馬上來進行調查 如果有的話,一定要立刻來懲罰 然後依照這樣的標準,她既是網軍,又介入別人的初選 趙取小新的標準是不是也應該馬上要求劉彥玲 所以既刻請辭下台 再看昨天她上連線政論節目 或是跟她說那個引導的部分,打印出小新 其實昨天這個節目我也有看 裡面,林太太其實證明了三件事情 第一個是徐巧琴說謊 因為她手上的這個檔案就是從林太太手上流出去的 那第二個是劉媽媽也說謊 因為其實她一方面跟林太太說要幫忙 一方面又在背後插刀 那第三個是這個羅律師也說謊 因為就林太太的說法就是劉羅律師本人沒有錯 所以其實接連的揭穿這些人的說謊 就是昨天讓大家最驚訝的部分 好像這整個涉案的相關人員都是一團謊言 那這是一個充滿謊言的一個詐騙的一個整個家族 那我覺得徐巧琴最應該要解釋的事情是 如果她真的事情然後還包庇 那跟她說的無法誤訟 你完全是反方向,完全是兩個極端的事情 她一方面對外說她會絕對是無法誤訟 然後對詐騙深痛不絕 但是一方面她卻濫用立委職權之辯 然後拿著活不給的證據 不管是之前的對話截圖 還是錄音檔都在對媒體帶風向 然後有甚至是隔空串政的這樣的嫌疑 我認為這是她最可惡的地方 如果她真的這麼痛憤詐騙的話 為什麼在這種時候一再的包庇詐騙分子 一再的要用立委職權來帶風向呢 所以我覺得其實巧琴最讓人覺得可惡的地方是 其實她對詐騙是非常雙重標準的 遇到家人詐騙她說她會大意滅心 看來並不是這樣 她還不斷地要說謊 目的就是為了要包庇家族的詐騙分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